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953集 在大胖看来 张凡很可能真的有 让他其力自散 负债累累的能力 这可不是大胖想要看到的 另外 张凡现在已经切穿了他的牢底 再怎么继续下去 也只会徒增尴尬 只见大胖把头抬起来 朝那两名朋友招了招手 过来 扶我一把 听到大胖的话 那两人急忙朝着大胖的方向走了过来 然后 把大胖肥胖的身躯给扶了起来 起身后的大胖面带痛苦地 轻轻活动了一下胳膊 而后 缓缓地蹉在张凡跟前 满脸堆笑地 在张凡耳边小声说 小先生 咱 咱换个地方聊吧 可以 张凡的目的是想从大胖口中 获取一些青鸾村的情况 他并不想为难大胖 随后几人便在众多时刻的目光下离开饭店 在距离饭店十米左右的位置 有一间咖啡厅 几人在咖啡厅里面坐了下来 不过大胖并没有让他那两个朋友坐在一起 而是把两人知道了距离他们所在位置很远的地方 很显然 大胖并不想让他那两个朋友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 小先生 您 您是怎么知道那个事的 哪个事 就是 就是关于我老婆的事 你问这个干嘛 据我所知 知道我发财详细情况的人 只有我和我老婆 还有那两个男人 那两个男人也不可能往外面说的 因为他们都是依靠着他们丈母娘家得的事 无论是在我们村还是在外面 我都是自诩凭自己本事挣的钱 大家伙都以为我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我很享受这样的感觉 我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我靠买我女人发家致富了 另外 我老婆也不想被冠以不守辅导之名 我和我老婆更不可能把这事给说出来 我之所以问您这个 就是希望您可以守口如瓶 更希望 告诉您这事的那个人 也可以守口如瓶 当然了 我可以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这事没人告诉我 如果不是你刚才激化矛盾 我也不会接你牢体 你放心好了 此事我不会往外面说的 那 那您怎么知道的呀 从你面向上面看出来的 听到张凡这话 大胖下意识摸了摸脸 而后 男男自语道 这 这还真能从面向上 看出一个人的秘密 他的声音里面带着一丝质疑 也难怪他会有这样的质疑 因为他们邻村干这个的很多 就好像他说的 那些个人都是因为好吃懒做 才会入的这一行 根本没什么真本事 一切都是靠蒙的 你们邻村那些人 可能的确是为了骗口饭吃 但从面向来判断命理的事情 就是真实存在的 你十二岁的时候 曾经被邪水冲撞 在冲撞之前 你能相信世间有鬼吗 此话一出 大胖猛地抬头 惊骇地望向张凡 张凡说得很对 他十二岁的时候 的确是曾经被邪水冲撞过 此刻的他 已经是彻底相信了 张凡说的话了 我没时间跟你瞎耽误功夫 跟我说说你们村的情况 挑着那些个 你觉得比较奇怪的事情说 哦 好的 我们村一共有四百户人家 一千两百多口人 主要是搞皮毛动物养殖的 和别的村子相比 发展得还不错 当然了 我不搞那个 我是在外面承包工程的 当然了 我包的那些个活 都是我老婆给我弄的 简重要地说 好好好 在我的印象里 我们村一共发生过 两件奇怪的事 第一件事 是我十二岁那年 村子的坟坑里面 半夜会传出凄惨的叫声 一共持续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 一到了晚上 家家户户 谁都不敢出门 三脚声消失以后 我和我们村另外两个人 同时就被邪水上了身 这些邪水 足足在我们的身上 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三家联合出钱 请了一位仙家过来 把我们身上的邪水 就给请走了 你们请的那个仙家 当时是怎么说的 那仙家什么也没说 他只说已经给治好了 并且以后破坏菜饭 我们也不敢多问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后来 还真如那仙家所说的一样 我们三个 再也没有被冲撞过了 听到这里 张凡再次地 在大胖的脸上大亮一眼 面对此刻张凡的眼神 大胖的心里面空落落的 有些发虚 他觉得如今的自己 就好像是一个 没有穿衣服的人 在张凡的面前 张凡可以把他的一切 都给看穿 那两个和你一起 同样遭遇冲撞的人 都是什么年纪 一个比我大12岁 另外一个比我大24岁 我们都是同一个属相 听到大胖这话 张凡面露思索之色 肖成问道 先生 我没听说过 这属相有什么讲究啊 您听说过吗 我也没有听说过 但我感觉此事 跟属相应该有所关联 说到这里 张凡声音一顿 继续说 也不一定是这样 你想啊 这一千两百人的村子 应该不会只有一个 比他大12岁 和大24岁的人呢 嗯 知道也是 等咱们进村以后 得见见这两个人呢 没错 是得见一下 听到张凡和萧冲的话 大胖睁大了眼 几位是准备 要去我们的村子啊 哦 有可能会去 也有可能不去 张凡并没有把计划 如实相告 大胖停了 派着胸部保证 几位如果要去我们的村子 一定要找我 我一定好好地安排几位 不过嘛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